我们这里有两块12的圆屏 一个是三星版本的 一个是LG的 这个是三星版本的圆屏 它的二维码上方停着五左右凹痕 这是LG版本的12圆屏 LG的12圆屏这个二维码上方 有两个一样的凹痕 接下来我们又点亮智信最新产品 R100P来进行圆屏写圆屏的圆彩修复 这里我们拍视频介绍方法 也可以组屏写圆屏 组屏写组屏 圆屏写组屏 方法都一样 插上电源R100P开机 首先我们要分别读取两圆屏的概版码 这样我们写完后才好判断 概版码有没有写入成功 先读取三星12圆屏的概版码 把屏幕连接R100P 然后按读取键 概版码就读取出来 这个概版码尾数是8854 接下来读取LG的12圆屏的概版码 按读取键 这个尾数为2263 下面我们来把三星版本的12圆屏的概版码 写入LG版本的原屏 第一步 先读取三星版本的概版码 然后再连接上LG版本的原屏 按写入键 开始写入 等待不到一分钟 低的一双概版码写入成功 我们按读取键 看看它的概版码有没有变 这里可以看到概版码尾数 也是8854 变成和三星版本的原屏概版码一样了 写入成功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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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装 装 装